十幅丈量管线尺寸 准备拉水拉电 即便正中午大太阳热都不行 还是得加紧赶工 因为缺工缺料 所有进度都已经递严 我们现在看到地上这些红红绿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用电管线 现在工人正在后面放样 现在已经盖到四层楼来了 但业者讲说想盖到这样四层 真的不简单 除了工人很难找之外 像是我旁边的钢筋 去年一顿才一万五千元 但今年已经涨到了两万五千元 我们的每个施工的单价的成本 以新建费用来讲 每瓶的成本 以前十三四万就做得到 现在已经涨到二十万以上 不只营造内装费用 同样水涨船高 去年底以来 建材平均上涨二到三成 让不少消费者打退堂股 却意外掀起另颇商机 在客厅骑上莫兰迪灰白色 整面墙轻轻松松几分钟就完成 接下来再拼上木纹贴皮地板 AFI算一算这样二十平的空间 油漆跟地板通通自己来 大约五到八万 但如果找师傅 师傅工钱 加上料钱抽成 可能得上砍二十万元 我想要自己DIY 我不想请师傅 因为可以省下工钱 然后自己去找那种 可以自己DIY的地板 然后这样的话 大概一瓶只要三四千块而已 在公料双掌之下 像AFI一样 选择轻装潢的族群比例 大幅上升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收集到的数据 也开始不一样 那时候粉丝给我们的回馈 大概他们要 需要师傅的比例 大概就是三比七 颜色设计通通自己来 从贡赏平台 到轻装潢的兴起 疫情不只彻底改变 你我生活 只有连商业模式 也在重新适应 行锁一场全新经济 东森财经新闻 杨卓王卫婷 台北部导 满满一整天 谈后交战